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继续来到第139次 白阳圣性伦理的研读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依然是 以朋友交而不幸福 好 我们先请淑娟来帮我们复习 南平寄公辞讯 欢喜感恩这开我 身体的健康都良论 坦早收乘最好 希望书的爱度 临近书口会知道 人在世间不够狗 都是书的补背心肝 道理啊 身体平静 只要有信心 人身的路一步一步走 只要道理 愿意付出 让人欢喜 让人勇气 人身的故事 鼓励把人也是鼓励自己 每一天欢喜面对 世间书只要看破 清清楚楚就没看来 身体拖延都是渣时 问这个决定 总是提起你 要照顾身体 要知道照顾别人 要问一个人心量很大 自眉心 慰恰心 自人奉行 做人道理都知道 真正是行 真是真信任 真有真地悔 道理啊 好好保重 书的爱度 书规划众道理 度过的难关 心情不好 手手省歌 尽微书立度 身边加力量 中情情好不 难平寄功辞讯 心想事成本不难 万事有心力志前 其心协力天事半 数位而行不倒颠 真心诚意赶地天 知音相邀分理员 精进不宜 真君子 其许自我 麦高颠 好 我们昨天来到这一句 好 我们请文俗 南平寄功资讯 独儿独儿展笑脸 肯定自己修满缘 年台独独佛光线 人间天堂弥乐园 好志珍重物妙语 训勉翩翩之行言 独儿独儿相扶住 大同世界足心田 好的 佛老师慈悲啊 希望我们人间处处是天堂 处处是米乐园 那这样子我们就要共同来努力 把大同世界给建筑起来 当然这个大同世界也等于是 足在每个人的心中了 每个人心中都有大同世界的理想 终有一天会实现 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很开心 突而斩笑脸 这是佛老师给我们的起洗 肯定自己修严满 朵朵连台佛光线 我们真的要好好修啊 这样才有办法 如我们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朵朵佛光线 朵朵连台朵朵佛光线 但是佛老师总是非常的爱每个徒儿 给我们千叮铃万叮铃 好好珍重 勿妙矣 幸免翩翩之行远 这些讯文一定要好好的 自我勉励 自我学习 每一篇都要好好去 学习跟实践 而且徒儿徒儿相辅助 每个人要互相帮助 大同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好 接下来我们是来到朋友 朋友的底讯 来我们请停轩 好 佛老师直辈啊 要我们每一个白羊天使 不只是我们在各方面都要努力 要让他圆满 在道场也好 在家庭也好 在失业也好 以凡养胜 还有我们在处理 世间的每一件事情都一样 面对世事良方处 其实我们学习道理 听道理 我们就会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 这些做人的道理 一定要把它用出来 就是处世的良方 那修道在陪德 做人最重要就是要有德 有德必能证人心 那人生总是会有顺逆嘛 顺境逆境来了 没关系 只要我们心中有道 有老师 有前嫌 行不问 那我们就不会自乱阵脚 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顺考逆考都可以成长 孤寡 无犯 礼益生 这个观寡孤独会击者 要去照顾 就是苦难的众生 哪里有 我们就往哪里去 把天国的道理 传遍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我们的责任 穷途末路 挤明灯 对那一些走投无路 穷途末路的众生 有的人真的会走到这样子 那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呢 我们应该为他们举一盏明灯 点亮新灯 让他们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就是当一个导户 为导户 持离 扶沉 当一个导户 当什么 当众生的导户 信念行之 巩固 一切一切都是 要自己 发心 有那个信心 有那个愿力 而且要巩固道念 道心 把出花心 那个 我们说 常保出花心 成道友谊 这个巩固死 这个死代表我们的出花心 有经济条件 扎根 而且先佛与民地 我们要以盘养胜 经济条件也要好 这个佛堂要能够常常久久也要有经济条件都一样 好 来我们来读一读何仙姑给我们的慈悲八风吹不动 来小沛 何仙姑慈讯 八风吹不动 修道人要学迷了祖师随原形 大度量 你们有做到吗 没有 因为受外在的环境影响 自己的心里面也很痛苦 所以就不来修道了 就退道了 因为别人批评你 指责你 没有心量去接受 所以就退缩不前了 还算不算是活活的弟子 你们常说八风吹不动 你们不用八风 只要一风来就吹动了 别人称赞你 要不要心动 不要 可是很多人沾沾自喜 别人毁谤你 要擦干眼泪在前行 不要把心中的不满都推到上天 推给老师 说老师都不帮忙你 先佛都不庇佑 其实是自己的修行功夫 还不到家 自己没有认清楚这个理 好 仙姑这边的慈悲告诉我们 一定要自己 好好的下功夫 自己的心性的修炼 要到达八风吹不动 哪八风呢 好 来 来小沛再帮我们读一下 何谓八风 所谓八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所遭遇到的八种境界的风 他们的名称是 称 机 悔 欲 力 衰 苦 乐 好 这八风呢 称代表称赞 就如果有人赞美你 这个过度的夸奖 我们也没关系 也谢谢人家给自己的勉励 那我们一定要达到人家说的 但是相反来讲就是这个机 机跟悔这两个大部分都是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来诋毁 诋毁人 如果有人批评我们用很难听的话 用讥笑的话 用毁谤的话 那很容易让我们伤心难过 对不对 甚至让我们花脾气 那这个就代表我们这两个风呢 挡不住 所以一定要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能够不动心 八风这两风呢 是很厉害的 再过来 这个毁力衰苦乐 毁就是荣誉 就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得到很好的名声 有人就因为这样越来越骄傲 那就是这个 毁啊 一来我们可能挡不住 然后利呢 有人用利益好处来利诱我们 那我们就变了心 那这个也是 挡不住这个利益的风 那衰呢 人总是会有 有顺有逆 有心有衰 当来到人生的低潮 我们一样有充满的信心 对自己就失去信心 对道就失去信心 这个是衰 苦乐呢 就刚好是人生不是苦 就是乐 其实呢 不要掉入苦乐当中 应该维持忠道 那个不动心呢 就是一个忠的状态 就是宠乳皆经 老子所讲的 宠跟乳都不会影响我 就宠乳不经 苦乐对我来讲也不会有影响 我都维持忠道 好这个是八风 所以何千姑 慈悲勉励我们 要练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 那我们的心量 还有我们 意料人家毁放 我们有没有那个能量 来应对 擦干眼泪再前行 心中会有不满委屈 对不对 就推给老师 说老师都不帮你 这个就是 有时候有一些徒儿就是这样子 其实都是要自己努力 有些都是自己招来的因果 自我努力 自我修炼 把每一次都当做锻炼成长 好我们继续来读 我们请宿珠姐 佛佛老师慈悲 刚刚讲到说经济扎根 其实这个就是以凡养圣的意思 因为白羊旗 每个白羊天使 不能像以前一样 抛家舍业 然后到深山古洞 寺庙盗盖去修 其实有很多人 以前都这样修过来了 所以这一旗是来补 我们以前的不足 我们以前抛了家 现在要让家庭严满 我们以前舍了业 现在要以凡来养圣 那甚至呢 我们还要以凡来助圣 甚至呢 以凡来成就更大的圣业 那这个就是白羊天使 不一样的地方 处基为在功夫身 这个就是基础啦 我们知道 这个孝替是我们做人的基础 那佛堂办道 修办道 这个以凡养圣 这个基础也很重要 立志立品 当以诚实守信 一个人的志向 决定一个人的方向 立定志向就有力量 那立品呢 就能够站立在众人当中 成为人家尊敬的对象 要引导众生 要引渡众生 自己的品德很重要 品德当中要有诚实守信 这个是守要啦 一定要的 我们说诚信 这个是做人最根本 也是最重要的 诚实守信嘛 涵养精神 固若金汤 心安顿 我们的道心道念 道行 固若金汤 不容易被 像上面讲的 八风给吹动 就不动摇我们的心 心得到安顿 三行四肢 三行四物 四肢 这些都是我们修道很重要的 三行为人魔 以朋友交 传不惜夫 这个我们现在读的就是这个 以朋友交而不幸福 这个也是三行其中的一个 四肢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神之 这些都是啊 做一件事情 逃不过 上天 逃不过 人心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合合共识正气论 同修共济 杜弥金 同修共办 很重要 白羊旗不能单打独斗 要协会跟人家配合 要协会跟大家共识 协会跟大家同桌共济 这是白羊旗的特色 好 我们继续来读 佛佛老师教导的 水的七德 来我们 请 美心 佛佛恩师辞讯 水的七德 为师给大家这一杯清水 意义就是水有七种德性 为师取一个重点就是水 水欲而安 与任何人都可以合得来 任何事都能够办得好 水的功用无数 所以 徒儿也要像清水一样 为众生付出 传成道棒 其实就只是传这一杯清水而已 众生的饥渴 不需要美味的饮料 不需要给可乐 汤 当一个人及其饥渴的时候 只要地上一杯清水 他就能瞬间止渴 这就是众生所需 好 佛老师慈悲 今天给我们举了一个 一杯清水的例子 这是人所最需要的 我们知道这个儒家的儒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虚 我们要做一个众生所需要的人 而不是做一个众生所讨厌的人 有的人不管去到哪里 都被人家讨厌 那他真的是要好好检讨一下 因为跟人家处不来 有的人不管去到哪里都是众人的需要 人家总是忘不了他 把他来得点点滴滴传扬 就是因为他做到了就像水 水的德行 水的功用无数 但是他就是众人的需要 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喝可乐来喝补汤 你一直喝也受不了 但是喝清水 不只可以止渴 你一直喝一直喝也百喝不厌 而且是不喝不行的 所以这个叫做众生所需 要当个众生所需的人 好来我们 我们请写琴 水的七德 所以这一杯清水 表面看来是递给土耳 其实是要土耳 把这一杯清水递给众生 告诉天下众生 道就是根本 道就是自然 就是引导大家回天的一条路 就像这清水一样简单 但中有真味 土耳也要细细品尝 这道中之真味 普普素素实实在在 不需要多余的修饰 不需要多余的加糖 加盐加醋 只需要细细品尝 佛老师慈悲 叫我们细细品尝 这道中之味 道中之味就像喝一杯清水 但中有真味 所以一个人修道 应该越修越单纯 越修越简单 越修越清淡 越修越真实 那种给人的感觉 越修越有德性 而不是越修越复杂 就像水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味道很浓 喝起来不好喝 加油添醋都不好 加糖也不好 最好是清水 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修得实实实在在 素素仆仆 就像一杯清水 人家喝了 就会觉得这是他所最需要的 细细品尝就有真味 好 再来我们 来 请 好 叶丽讲师 国国师尊辞讯 南平道气辞讯 精诚香港担责任 祭天立即未传心 重情一举解困 不问收出 敬业乐群 守本分长道准 如雅后获 先劳耕耘 贤财聚合面作胜 与父尽力建功需 佛老师勉励我们要精诚团结 而且要承担责任 大家应该要 互相的感念 感恩 感谢 一起努力 来承担这个重责大任 也替师来分忧 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叫做祭天立即 祭天立即的意思就是 祭成古圣先贤 传承下来的这个天命 然后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叫做立即 卫心传 其实呢 这个好像道棒 好像心火 一带传一带 一棒传一棒 心进佛传 不要让它熄灭 这个需要大家的力量 叫做重情一己解困 很重的东西 大家一起来挤起来也可以 那再大的困难 大家一起 重置层层 三个臭皮酱胜过诸葛亮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 大家一起努力 就可以解困 解困 各种困难 就不成困难 不问收出 就好比不问收获一样 只问根源 敬业乐情 一个人能够做到敬业乐情 这个人的修养一定很好 他的人际关系 这个太和已经练得很棒了 才有办法 对人那一份恭敬代表谦卑 乐情代表和顺 所以说太和就是谦卑跟和顺 这个两个很重要 才有办法达到敬业乐情 守本分 长道准 但是呢 我们跟大家在一起 同修共办 如果每个人都想出头 每个人都不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那这样子也很难共识 所以要守本分 长道准 以道做准则 如雅后获 当一个真如 一个如雅的真如 只问根源 不问收获 有的话 一定是先付出 后收获 先天下之有而有 后天下之乐而乐 类似这样的精神 先劳根源 贤才继合念作甚 以赴尽力 见功心 这一个是佛老师赞美我们 大家 闲才记忆堂 大家都 发出了那个善念 那个刻念作甚的念头 就勉励我们要尽力去做 好好去见功勋 好 我们来读一读 和中尼大仙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来我们请停轩 中尼全大仙辞职 前世们知道什么鸟喜欢吃辅老鼠 这个故事小仙我提点 你就知道了 补助这是庄子的故事 所谓鸟叫 狄狐 跟猫头鹰长得很像 有次庄子来到卫国 庄子的朋友 会是因庄子的才能比他还高 害怕宰相的位置 被庄子夺去 庄子说狄狐咬着死了老鼠 刚好来到一只凤凰 狄狐很害怕死老鼠 被凤凰吃去 事实上 凤凰根本不吃死老鼠 凤凰不是五桶树 不激流 吃的是主食 这意思是告诉会师 宰相的位子 对我来讲就像死老鼠 我不会要那个东西 贤士们知道底骨代表什么 凤凰又代表什么 死老鼠又代表什么 死老鼠代表名利成位 凤凰所追求的又是什么 希望贤士们 都是志向远大 品格高超 像凤凰 像大鹏的好人才 自信要做主 在世要爆出世的心 戒凡养胜 才能以胜计 凡 如果闲事不休不办 凡业到最后 也是落得一场空 好 我们感谢大仙给我们这番勉力 打了一个 这个比方 是庄子讲过的一个议员 这个凤凰跟狄狐 代表的是 我们世人所追求的 有些人 就喜欢这些名利 前卫 把自己弄得一身臭同胃 甚至能弄得 那一种 因为有了权位 就有一种 那一种 好像 财大气粗 对人的那种 骄傲的态度 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其实呢 人不应该把自己培养成那样子的一种人 应该又有像凤凰 像大盆鸟那样子的 这个那种 那种眼大的志向 还有展翅高飞的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大仙勉力我们的了 希望我们不要当那一只 狄狐 咬着那个死老鼠 然后呢 还害怕凤凰来跟他争 凤凰根本看不上眼里 因为他有眼大的志向 有品格高超 他自在圣贤 不屑以凡人 去争足这些名利 所以 先佛说我们是礼天的一毫龙 一天凤 每个人都是龙跟凤 大家要看重自己 好好来修 来办 来成就自己 不要落得一场空 好 来我们 请小沛 活佛师尊词讯 南平道际词讯 万家生佛本同调 法天几成真道云 永言佩命立志稳 心无旁骛 前程分 取善辅人 言忠信 修士愿无发善心 生根故底 是敏胜 由悲而高登天门 好高勿远 则出漏 实事求是 礼仪寻 切问尽思 学智用 智能精进 得日心 佛老师 佛老师 明立我们要一起努力 帮我们老师去完成万家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宏愿 万家生佛就是家家出圣贤 那这个呢 本来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理想 跟大同理想是同样的 跟天国的实践是一样的 这个万家生佛 人间净土 大同理想 都一样 这是大家共同的理想 本同调 法天 几成 真道云 这个呢 就是笑法天的大功无师 还有那份天心 来实践 修天德 这样子呢 能够把这个真道 弘扬开来 待天先化 永言配命 立志文 我们永远呢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 永远呢 都为实践自己的使命 而努力 心无旁骛 前程奔 起善 俯仁 言中信 心无旁骛 专心一致 结交良师 亦有 亦有福人 讲的话 要守住忠心 这是佛老师给我们的勉励 一个修士呢 应该要有这些修养 还要注意 厌无发善无失 这个发善就是夸耀自己的才华 自己的能力多好 这样会变成骄傲 应该要谦卑 谦卑就是一种善心 身根 顾底 事 敏胜 道根要扎得深 道念才能稳 道的树才长出来才有茂盛 那将来可以避应众生 当然过程一定要很小心谨慎来修自己 由悲而高登天门 一步一步很踏实的走 人生的路 就好像登高壁之碑一样 如果好高悟严呢 则粗漏 千万不要当一个不切实际好高悟严的人 应该要实事求是礼仪 切问尽思 学自用 而且要不止下问 所学要能够去实践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能精进得日心 每天呢 狗日心日日心又日心 不断不断的尽得修业 每天都要对得业的增长 有所进步 这个日心呢 就是日心其得 好 今天呢 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做的话就端做 我们继续要来练太和 不要小看哦 我们虽然只有 这样加起来有六七十人 七八十人 但是善在世界各地 我们每天 这个时间呢 一起来练太和 那股太和能量 就会袭击起来越来越大 好 我们菩萨低眉 眼观鼻 鼻观心 意思就是把意念收回来 到明师一点 你就会有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寿明师指点 已经开启了弦观 好 现在呢 深呼吸 在深呼吸的时候 记得 我们的弦观呢 也要把太和元气吸进来 用我们的意念 牵引到前身 到丹田 到脚底 再浮出来 一呼 一吸 当中 好 让太和元气充满前身 为什么要练太和呢 因为这个世间 太需要 这一股祥和之气 太和的反面就是 暴力之气 有暴力之气 就会有战争 就会有灾难 就会有各种的天灾 我们 多练太和啊 这世间 就会越来越祥和 你看我们 走过2022 2023 战争很可怕 已经打了很久了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但是呢 感觉有越来越平和的感觉 好 这个就是 世间还是可以 让他 越来越祥和的 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 祥和 心存太和 世间 就会越来越祥和 所以我们要多练太和 把这一股正能量 发挥出来 好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天师的 谢谢各位清闲 好 祝福每一个 线上的家人们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充满正能量 谢谢 感恩